一刻钟后 陆卿尘一袭白衣 潇洒从容地从独林沼泽最深处走出 仙尘不染 身上没有沾染一丝一毫的血迹 他返回鬼藤三合园一族 栖息的地方 看到李雪智盘坐在原地 涂纳着天地灵力 恢复伤势 丰满玲珑的郊区上 依旧穿着那套男子衣物 看起来有些松松垮垮 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啊 陆卿尘抽了抽鼻子 隐约能闻到空气中 淡淡的血腥气息 看向李雪智的眼神 稍微变幻了一下 他催动天眼阵瞳 瞳孔中 悬耀的银白符纹 刹那间流转 前不久发生的一幕幕场景 在他眼底深处 迅速倒映出来 犹如幻灯片 一般缓慢播放着 夜幕之下 一名身穿男子服饰的绝代佳人 挥舞着一把精致小巧的匕首 纤细玲珑的郊区随风而舞 不姿轻盈如尘 一举一动 优雅而从容 犹如死神般 收割着附近一道道鲜活的生命 你回来了 李雪智睁开眼睛 停止了吐纳恢复 宽大的蛋清衣袍 将他玲珑有致的郊区包裹在内 遮掩了傲人的曲线 陆卿尘很清楚 这件衣袍底下的郊区有多诱人 也知道 对方此刻是彻底的真空状态 他看了一眼 李雪智清冷出尘的容颜 和略带惊喜的眼神 微微汗手 收获怎么样 你真的 将独林沼泽最深处的那两大族群灭了 李雪智主动拉起陆卿尘的胳膊 简单观察了一下 声音轻柔道 还好吗 应该没有受伤吧 没有受伤 闭眼邪禅族和六赤金甲乌一族都被我灭掉了 陆卿尘眼瞼一概 那就好 我还担心你受伤呢 李雪智眼神微微一动 好奇询问道 那闭眼邪禅族和六赤金甲乌一族有小圣镜的霸主吗 灭了他们之后 你现在的积分到多少了 有三头小圣镜的霸主 一共给我加了九千万积分 至于现在的积分有多少我也不清楚 陆卿尘没有故意去隐瞒什么 将独林沼泽最深处的情况 简单和李雪智讲述了一下 三头小圣镜的霸主 听到这话的李雪智倒吸一口冷气 用看怪物似的眼神看着陆卿尘 他忍不住问道 陈卿 你现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 是不是随时可以踏入天境领域 这一次陆卿尘没有回答 他只是扫了一眼附近的区域 平静问道 刚才那些试炼者呢 怎么都消失了 拦不成一起逃离独林沼泽的腹地了 嗯 他们恢复伤势之后 一起联合起来 往北方向逃 李雪智下意识地回答道 可是还没说完 就看到了陆卿尘那淡漠 不含一丝感情的眼神 顿时心里一惊 没有继续再说下去 陆卿尘没有开口 只是静静等待着李雪智的答案 场上的氛围一时间变得格外寂静 连温度都在飞快下降 就这样沉默了许久 李雪智忽然说道 算了 我不想瞒着你 刚才那些试炼者 全部都被我杀了 他没有再去编造谎言 陆卿尘那对淡金色的眼眸 仿佛能看穿一切 李雪智担心 自己再编造下去 会被当场拆穿 与其如此 倒不如实话实说 好歹还能给对方 留下一个好印象 至于其他的事情 李雪智心里 其实也没底 不太清楚 陆卿尘是否会对他出手 只是根据之前搜集到的情报信息来看 眼前这位杰天圣子恩怨分明 大概率不会对他出手 毕竟那些试炼者 与杰天较毫无瓜葛 而他李雪智 好歹提供了几条重要情报 相比之下 也算是关系不错了 就算不是朋友 也是一个合格的合作伙伴 为什么要杀他们 陆卿尘淡淡说道 脸上面无表情 可那对淡金色的眼眸 愈发璀璨起来 像是一轮燃烧的神阳一般 看得李雪智 整个人胆战心惊 胶躯止不住 微微颤抖起来 有了刚才的经历 李雪智很清楚 眼前的这位少年 拥有轻易抹杀他的能力 连小圣经的鬼藤三合园 都扛不住一击 他就更不用说了 真要动起手来 他绝对是被秒杀 必死无疑 我不希望看到 刚才发生的事情 被流传到原始大陆 天魔宗和天霜圣地 都很强大 我算计他们的核心弟子 很可能会让飘雪城陷入 很被动的局面 被两大霸主及势力敌视 李雪智紧咬着红唇 低声解释道 而且刚才 那些试炼者里面 有些人看了我的身子 你是男子 不懂这个 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若是他们中间 有人传出去的话 那我的名声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 话都说到了这个地不对方 肯定是能听懂的 参加圣王争夺战的试炼者 两有不齐 保不准 就有哪个看到了 他身体的试炼者 出去之后 大肆宣扬 将他身材肌肤之类的隐私 透露出去 虽说偌大的修炼界 是去得罪飘雪城 但李雪智不得不防止意外发生 避免飘雪城 因为他而受到羞辱 他们看了你的身子 你就杀了他们 那下一步呢 是不是要杀我 陆卿尘用审视的眼神 在李雪智 丰满玲珑的郊区上打量着 语气轻挑道 刚才我可是也看到了 而且比那些试炼者看到的更多 你 李雪智郊区 微微颤抖 秀气的粉拳紧握 他咬了咬红唇 抬头看向眼前的少年 一脸委屈道 我打不过你 而且你从那头鬼藤三合元首 底下救了我 就算真的有机会 我也不会杀你 再说了 你和那些试炼者的身份不同 你是捷天交的圣子 还被施映月 邀请加入人皇宫 我知道 你不会将今日发生的事情 传出去的 哦 是吗 那你倒是挺了解我的 陆卿尘耸了耸肩 道 我确实不会将这些事情传出去 毕竟我和你们飘雪城 没有什么恩怨 之前还一起合作过 此话一出 李雪智内心顿时松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安全了 行了 我和那些试炼者没什么瓜葛 杀了就杀了吧 用不着担心我对你出手 陆卿尘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对这件事情并不在意 他看着李雪智紧张的神色 又瞥了一眼那高耸的雪峰 和修长纤细的玉腿 用细血的语气说道 不过有一说一 圣女的身材确实挺好看的 希望你不要因此记恨我才好 听到这话 李雪智圆润白皙的脸蛋上 顿时升起两团红韵 他用称怒的眼神盯着陆卿尘 语气恶狠狠地警告道 不准说这个 你什么都没看见 不然的话 我就虽说是警告 但李雪智属实没什么底气 说到最后 声音微弱道 连自己都听不清楚 你就怎么样 杀了我 陆卿尘呵呵一笑 全然不顾李雪智那羞愤欲绝的表情 他转过身 遥望着独陵沼泽 腹地北方向的位置 道 我现在要前往独陵沼泽外围的地磁山脉 你若是不想跟着 就按照自己的路线离开 这里最强大的妖兽族群 都已经被我清理掉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跟你一起去 你别丢下我 李雪智一听这话 整个人顿时就急了 赶忙开口 表示愿意跟着陆卿尘 一起前往地磁山脉 开什么玩笑 他现在的位置 可是独陵沼泽的腹地 就算鬼藤三合园一族被杀了 附近肯定也还有其他的圣者镜妖兽 若是他一个人独自离开的话 碰到圣者镜的妖兽就麻烦了 运气好点或许能逃走 但肯定也要付出很大代价 运气不好的话 大概率就交代在这里了 就算是要独自行动 也必须安全撤离独陵沼泽才行 更别说独陵沼泽外围 还有十分危险的地磁山脉 李雪智身为飘雪城圣女 实力出众的 同时也兼具着智慧和才学 是选择独自一个人离开比较好 还是和陆卿尘一起离开独陵沼泽合适 他心里犹如一面明镜般 早就已经有了答案 可以 那你跟着吧 陆卿尘背对着他 淡淡说道 不过我丑话说 在前面 积分什么的 你想要就自己去赚 我不会帮你赚取积分 更不会带你完成试连任务 我只能保证 带你安全撤离独陵沼泽 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 好吧 李雪智翻了个白眼 心里属实 被陆卿尘这番无情无义的话 气得不清 他气鼓鼓地说道 真是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我都没计较你看我的身体 你实力那么强 帮我杀一两只本土生灵怎么了 陆卿尘邪逆了他一眼 拜托李大圣女 这是圣王争夺战 进入试炼之地的所有生灵 都是竞争者 为了圣王席位不择手段 我自己还要赚取积分呢 哪来的时间 帮你去杀本土生灵 陆卿尘翻了个白眼 干脆利落地拒绝了 李雪智的无理取闹 那咋了 你都杀了这么多圣者镜 和小圣镜的本土生灵 试炼任务也完成了 帮一下我不行吗 李雪智依旧是气鼓鼓的 他绝着红唇 轻横道 而且 我又不会让你白干 你现在帮我 我出去之后 肯定会给你好处的 什么好处 陆卿尘问 我可以用不朽物质 来当报酬 不朽圣器也行 李雪智想了想 说道 如果你帮我夺取了一席圣王位 那么我会说服我父亲 让飘雪城和捷天教主动结盟 可能你还不知道吧 飘雪城的城主 就是我父亲 只是外界不知道而已 你如果帮我夺取了 一席圣王位 那么唯一我的人格担保 你将得到整个飘雪城的友谊 飘雪城 北极三大超级势力之一 传承的时间之悠久 并不比冰临仙宫短暂 只不过 飘雪城平日里形势 一向比较低调 所以民生 没有冰临仙宫那般响亮 但要论整体实力的话 如今的飘雪城 可能还在冰临仙宫之上 而李雪智的父亲 这一任的飘雪城城主 毫无疑问是一位 巅峰古尊级别的强者 在最近天地规则补权之后 更是成功踏入了准地境层次 李雪智赶拍着胸脯保证 陆卿尘能得到飘雪城的友谊 可想而知 其父亲对飘雪城的掌控程度 有多深 要知道 一般的大势力传人 可不敢这样说 就连太玄剑尊西门烈 都没办法做到 彻底掌控太玄剑宗 飘雪城主的实力 和手段可见一般 只可惜 算了吧 你要是拿出几枚 不朽神胎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 不朽物质 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陆卿尘很委婉地 拒绝了李雪智的提议 对方许诺的好处 对他来说 着实没有任何吸引力 除了像不朽神胎 和万道石这样 比较特殊的资源 别的资源 他几乎都不缺 李雪智口中的 不朽物质和不朽圣气 他压根就瞧不上 至于飘雪城的友谊 对陆卿尘倒是有 那么一丢丢吸引力 但若是需要用 一席圣王位来换取 那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几枚不朽神胎 不是我说 陈大圣子 你还真敢开口啊 听到这话的李雪智 差点忍不住骂人 不朽神胎 何等珍惜罕见 别说是几枚了 就算是一枚 都举世难寻 即使飘雪城 真的有不朽神胎 肯定也只会优先在 内部消化 断然不可能 拿出去交易 那就没办法了 陆卿尘耸了耸肩 也没有在搭理李雪智 脚踩金色祥云镜 直朝着地磁山脉的位置 赶去 什么吗 不朽物质 和飘雪城的友谊 都不满足 真是一个贪婪的家伙 李雪智气的 那叫一个牙痒痒 心里忍不住疯狂吐槽 但考虑到自身此刻的处境 也不敢在明面上说出来 只能屁颠屁颠地 跟在陆卿尘身后 就在圣王争夺战 如火如荼的进行时 外界的原始大陆 也是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热闹 热大的原始城内 无数舞者都在关注着 那张横贯苍穹的 巨大金色卷轴 他们目不转睛地 观察着金色卷轴 最上方的位置 一个个屏息凝神 脸上神色肃穆 仿佛一群虔诚的圣徒 最先楼上方 已经从荒谷大陆 返回的人皇 覆手而立 和其他舞者一样 抬头仰望着 那张巨大的金色卷轴 身边站着血尊 蛮尊等人 皇宫几位 核心长老 在距离他的不远处 太玄剑宗西门烈 兵临仙宫的青木公主 叶族族长 乃至混沌天宫的 南宫千玉 赫然也都降临在了此地 关注着 圣王征夺战的局势变化 泽泽 大家既然 都对这一届的 圣王征夺战这么感兴趣 不如咱们打个赌如何 谷月长生一袭雪袍 模样年轻俊俏 瞳孔漆黑而深邃 他扫了一眼周围 人皇等数十位顶尖强者 笑眯力地开口说道 话落 在场众人同时看了他一眼 没见 谷月长生耸了耸肩 一脸的遗憾之色 众人还是不搭理他 谷月长老想赌什么 说说看 这时 人皇忽然开口了 并且一开口 就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刚刚还不怎么在意赌局的众人 此刻都纷纷转过头来 看着人皇和谷月长生 脸上浮现出各种各样的表情 既然是圣王争夺战 自然是赌排名了 谷月长生笑呵呵地说道 丝毫不在意众人的区别对待 他想了想 说道 至于赌注的话 就小赌一情吧 随便拿点小玩意儿好了 这样啊 人皇抚摸着下巴 思考了片刻后 将目光投向西门烈 和天魔皇等一众顶尖强者 询问道 诸位有什么意见吗 要不然咱们一起 赔偿生魔尊玩一局 可以 莫问题 我没意见 正好手痒了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那坚定的眼神 看得谷月长生一愣一愣的 整个人差点都骂了 不是 你们对我意见这么大吗 谷月长生挠了挠头 道 我貌似也没做什么天度人愿的缺德事吧 也没有算计过你们 有必要这样吗 长生魔尊有没有做过缺德事 自己心里 难道不清楚吗 同为魔道巨博之一的 天魔皇冷笑道 他穿着一件黑色纱裙 裙摆短到刚刚遮盖大腿 身材火爆 容颜精致而美艳 一头美丽的酒红色长发 格外醒目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身居高位的雍容气质 我确实做过一些缺德事 我承认 可是这群突立做的缺德事 比我还多 天魔皇大人 应该去指责他们 谷月长生 没有跟天魔皇置气 而是将锅 直接甩到了 圣佛宗的几位 佛主头上 阿弥陀佛 长生魔尊此言差矣 我佛慈悲 圣佛宗内 所有弟子心如明镜 何来缺德事之说 金刚佛主双手合十 微笑道 倒是长生魔尊 好事做了一桩又一桩 要是你的族人还在的话 应该会为你感到开心吧 不吃 金刚佛主此话一出 场上顿时就有几位强者 忍不住笑出了声 以天魔皇和黄启月 两大女魔头为首 皆是笑得花枝乱颤 像是听到了特别有趣的事情 谷月长生 崛起于微末 一生杀人如麻 极度自私自利 年轻时 为了提升天赋资质 不惜以魔道的特殊秘法 血迹全族 手段之狠 那令人毛骨悚然 这件事情 在西渊之地并不是什么秘密 他们当然开心了 一群蝼蚁而已 冷血记住我 登上魔尊之位 也算是发挥出了应有的价值 可以含笑九泉了 谷月长生笑盈盈地说道 对血迹全族 这种事情 完全没有任何愧疚之感 反而认为 那些族人应该感到荣幸 牺牲自己 换取唯一一个族人 登上原始大陆 最强者行列 这种故事 确实挺感人的 无论放到哪个地方 都要被称赞一声 只可惜 被捧上去的那个人 是谷月长生 只要我活着 谷月一族 就会永远辉煌 哪怕只是我一个人 谷月长 生意正言辞 用手指着金刚佛主的鼻子骂道 以我的修为 想要开支散叶 实在是太过简单 只要我愿意 百年之后谷月一族 就能超过百万人 反倒是你这个秃驴 成天佛法佛法 把脑子都修没了 不知道何欢 才是真正的极乐吗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转头 看向黄启月 这位妖娃五妹的何欢派 门主耸了耸肩 无语道 我何欢派 确实有双修之术 但并非诸位想的那样 只有与心爱之人 一起修行 才能事半功倍 与长生摩尊口中说的 极乐截然不同 他那叫极乐 那叫淫乱 一直沉默寡言的南宫千玉 忽然开口补充了一句 喂 不是吧 怎么我就变成淫乱了 谷月长生一脸无辜 你们这些人 敢说你们都是一心一意 只有一味道理吗 敢的话对天发誓 众人依旧不搭理他 连混沌天尊南宫千玉 都懒得去辩解 任黄江 在场中人的神色变化 尽收眼底 他看着谷月长生 轻笑着说道 谷月长老 还是直接进入正题吧 这样聊下去 也没什么劲 说吧 赌什么 怎么赌 都说了是赌排名 自然是赌排名第一的试炼者是谁了 谷月长生沉吟几秒钟 道 上苍一直派发的试炼任务 难度各不相同 赌谁先上榜的话 完全靠运气 没什么兴致 我看要不这样 直接赌第二阶段试炼结束后 积分排名第一的是来自 哪座势力的年轻天骄 圣王争夺战的积分榜 并不是只有第一阶段试炼的时候存在 在第一阶段试炼结束 上苍一直发放奖励后 第二阶段试炼的积分 会在第一阶段试炼的总积分上叠加 谷月长生提出赌第二阶段试炼结束后 积分排名第一的人选 其实就是指两个阶段试炼总积分第一的试炼者 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赌局的运气成分 是真正在比拼各大势力年轻天骄的硬实力 毕竟 不管是第一阶段 还是第二阶段的试炼 都有可能因为上苍意志安排的试炼任务不同 从而导致一些实力较差 但运气特别好的试炼者上榜 而赌两个试炼阶段的总积分排行 则很大程度上 可以避免运气这个因素 只要不是某个试炼者运气特别逆天 基本上可以筛选出 这一届圣王争夺战的最强试炼者 可以 这样的赌局才有意思 人黄微微汗手 随后看向在场其他人 朗声问道 诸位意下如何 没问题 赞成 众人纷纷点头 目光又重新聚集在了谷月长生身上 既然如此 那么赌局成立 现在来谈谈赌注吧 眼看场上无人反对 人黄也是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对着谷月长生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既然赌局是谷月长老提出来的 那么赌注方面 就由谷月长老开始 之后按资历和备份 一一成立赌约 我来当见证者 人黄笑盈盈地说道 没问题 陛下的人品我自然是信得过的 谷月长生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过 我这次拿出来的赌注 可能有点大 我担心诸位拿不出 拿不出与你赌注价值相媲美的宝物 人黄似笑非笑道 若是真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我就 亲自下场陪谷月长老玩一玩 我想谷月长老 拿出来的宝物 应该还不足以买下 整个人皇宫吧 那肯定买不下来 谷月长生摇头 既然如此 那谷月长老请吧 人黄微笑道 莫问题 我看好我长生魔宗的天才谷苍明 我赌他是总积分排行第一 谷月长生这次没有犹豫 直接爆出了自己压住的对象 同时呈上了自己的赌注 这株轮回仙药 是我年轻之时偶然所得 吞下之后能感悟前世今生 天资绝佳之辈 有很大希望领悟轮回法则 谷月长生取出一枚 鸽卵大小的血红神果 神果上有着九根长长的根须 这株轮回仙药 加上残缺的 无上神通六道轮回 以及我自己炼制的长生仙丹 这份堵住的价值诸位 可还满意 轮回仙药 众人愣了一下 紧接着脸色迅速变化起来 他们紧紧盯着谷月长生手上的那枚 割卵大小的血红神果 眼底闪过疑惑 震惊和好奇等各种情绪 放眼古往今来 原始大陆还从未出现过 什么轮回仙药 但凡涉及到轮回的宝物或者灵药 几乎都是骗局 是一些商贩故意匡骗谋取利益的手段 九大横古大道中 轮回大道是最为神秘的大道 漫长的岁月里 掌握轮回大道的生灵寥寥无几 其中最为出名的 还是神古时期的两位圣王 千皇与古苍鸣 至于轮回属性的灵药或者宝物 从荒谷时期迄今为止 整个原始大陆还从没有出现过 倒是荒谷大陆那边有过一些传闻 轮回仙药 真的假的 天魔皇紧紧盯着那枚割卵大小的红色神果 语气里带着些许质疑 这不能怪他 毕竟这么多年以来 原始大陆还从未出现过 轮回属性的宝物 再加上古月长生阴险狡诈 无耻至极 保不准就会拿出一些垃圾来诓骗大家 当然是真的 天魔皇大人可以怀疑我的人品 但不能质疑我对仁皇陛下的敬佩之意 古月长生脸上表情有些不悦 陛下就在这里 让陛下亲自检验一下不就行了 再说了 大家都在这里看着 我怎么可能胡乱编造 哼 天魔皇冷笑一声 没有搭理他 古月长生躯止一谈 那枚割卵大小的轮回仙药 顿时落在了仁皇面前 后者接过轮回仙药 眼瞳绽放出璀璨的金光 以仁皇宫独有的手段 检验轮回仙药的真假 大约过了几秒钟 仁皇瞳孔中的金光 逐渐消失 他将那枚轮回仙药 放在手里把玩了一下 淡淡笑道 古月长老的赌注是真的 很多年前 我在道武仙院 与一位前辈探讨时 对方曾提到过轮回仙药 外形颜色 确实一模一样 里面蕴含的轮回法 则也做不了价 有人皇主动开口证明 在场一众顶尖强者 也就打消了怀疑的念头 仁皇宫底蕴 也是独步天下 验证一株轮回仙药的真假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株轮回仙药 换取五株其他地药 应该没问题吧 古月长生笑眯眯地说道 还有这门残缺的六道轮回 换取两株地药 残缺片的六道轮回 在实战中用处不大 最多换取一枚地药 轮回仙药纵然珍贵 但终究也是地药 值不了那么大价钱 人皇摇了摇头 拒绝了古月长生的狮子大开口 据我所知 道武仙院就有一株轮回仙药 古月长老的这一株轮回仙药 算不得当时唯一 最多换取三枚同品阶的地药 轮回仙药能让人感悟 前世是不假 但对绝大多数生灵来说 感悟上一世 或者上几世的经历 并没有什么意义 除非是那种 前世实力特别强大 或者是身份地位非常尊贵的 才能发挥出轮回仙药的真正价值 只可惜 目前还没有人 能强大到 看穿别人的前世 相比之下 无上神通六道轮回残骗 反而要更加实用一些 奈何终究是残骗 价值要大打折扣 换取两株地药 已经是极限了 可以 那就五株地药了 古月长生很清楚 自己轮回仙药 和六道轮回残骗的价值 当即点头同意了下来 刚才他确实是狮子大开口 想着看能否哄骗过去 然而还是低估了 人黄毒辣的眼光 和深不见底的抵御 那这没长生仙丹 换取五株地药 总可以吧 古月长生 取出一个银白的瓷瓶 瓷瓶里装成着一枚 鲜红玉滴的丹药 他笑盈盈地说道 这是我自己这些年来 搜集各种魂魄 血液和杀戮意志 以特殊秘法炼制出来的丹药 仅仅是圣佛宗的古佛魂魄 就有五道在里面 还有邪灵族的顶尖强者 超过两位数 除此之外 还有长生魔宗数十万年的积累 炼化之后 绝对能让实力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血道强者 更是必义极大 至少可抵十万年苦修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眼神瞬间就变了 以圣佛宗的神眼佛主为首 金刚佛主和另外几位佛祖 皆是目自欲裂 眼神可怕到 恨不得生吞了面前 这个罪恶滔天的大魔头 长生魔尊 你一生杀孽太重 报应迟早会来 我已经看到了那一天 神眼佛主眼神冰冷 眉心的第三只眼睛 时而开合 隐约有耀眼的金光迸射出来 浑身上下弥漫着可怕的气息 不劳你这兔驴废心 我古月长生 纵横天下数十万载 仇家比你圣佛宗的兔驴还多 不也依旧活得好好的 古月长生副手而立 拿出来的三件珍贵堵住 直接飞到了仁皇面前 他看向神眼佛主 淡淡说道 你若是在废话 扰了本座的性质 今晚就在弄死你圣佛宗一位佛主 不幸的话试试看 话音落下 湛蓝的苍穹 忽然变得漆黑起来 浓郁的黑雾 犹如暴风般 席卷了整个原始雄关 无数白色的骷髅头 在黑雾中时影时现 嘴里发出诡异的怪笑声 今日就斩你圣佛宗金刚佛主 一条手臂稍作成剑 下次再碰到本座 而等最好退避三万里 古月长生幽冷的声音响彻天地 还没等在场众人反应过来 金刚佛主就发出一道闷哼之声 随即大鼓的血液喷涌 一条金灿灿的手臂 静直落在了他手上 古月长老 你过了 人黄深邃的眼眸看来 刹那间天地变色 刚刚漆黑的天空 骤然恢复到了之前的湛蓝 无数骷髅头烟灭成灰 诡异的怪笑声消失 仿佛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只有金刚佛主舞着 还在堂血的断臂 暴怒的眼神中 带着一抹忌惮和恐惧 这就是长生魔尊的实力吗 和我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最先楼上方 亲眼目睹了这骇然一目的众人 皆是道西一口冷气 内心对古月长生的忌惮和警惕之意 飙升到了最高点 就连一向蛮横霸道的天魔皇 心底都升起了惊涛骇浪 这还是古月长生 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 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如果刚才 换成是他的话 下场估计比圣佛宗的金刚佛主 好不到哪去 最起码 负伤是肯定的 魔道手段诡异莫测 但亦有高低之分 在天魔皇看来 古月长生的魔道手段 足以称得上出神入化了 绝对是大宗师级别的人物 连他都自愧不如 远处 太玄剑尊 夜族族长和青木公主等人 亦是如此 看向古月长生的眼神 都充满了惊骇之色 包括另一位魔道巨拨黄启月 都是脸色骤变 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如今西渊之地 天魔玉三大魔道超级势力鼎立 长生魔宗 天魔宗和和欢派 各自占据半壁江山 古月长生 天魔皇和黄启月三人 也因此齐名 并列为西渊三大魔道之强者 然而此时此刻 当古月长生第一次展现出真正的实力后 天魔皇和黄启月瞬间就明白了 自己与这位魔尊的差距 他们根本就没有资格和对方齐名 就古月长生刚才施展出的 这等诡异莫测的手段 整个人原始大陆近百万年以来 恐怕也只有是天魔第一人 能与之抗衡 金刚佛主位列圣佛宗第三高手 无上神通九转金身 早已修炼至大成 肉身号称金刚不坏 可是在古月长生手上 却连一个回合都支撑不住 就被斩下了一条手臂 若不是仁皇今日在场作证 指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大事 在场一众顶尖强者 皆是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浑身肌肉紧绷 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唯有混沌天尊南宫千玉 依旧神色淡然 对刚才发生的一幕 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仿佛早就知道了 古月长生会这么做 陛下冤枉 大家刚才可都听到了 是神眼吐驴咒我在前 我只是 发泄一下内心的情绪而已 古月长生举起双手 大声嚷嚷起来 神眼佛主咒你 你为什么要对金刚佛主出手 因为他之前老是挑衅我 这些人里面 我看他最不顺眼 古月长生十分坦诚地解释了一句 什么鬼理由 在场众人听到这个解释 顿时就无语了 就连人皇都有些哑口无言 前段时间陆清晨 炼制出极道武器的时候 金刚佛主确实挑衅过古月长生 这件事情 他是知道的 原始雄官规矩不可破 古月长老 身为十八位原始长老之一 想必应该很清楚 原始雄官的规矩吧 人皇看了一眼古月长生 那张厚颜无耻的脸 语气平静道 清楚清楚 待会就将需要赔偿的资源 交付给原始雄官 古月长生耸了耸肩 现在可以继续了吧 我的赌珠已经拿出来了 加起来一共价值十株地药 陛下没有意见吧 嗯 没意见 人皇微微汗手 对这枚长生仙丹的价值 没有任何质疑 只能说 古月长生的手段的确厉害 炼制的这枚长生仙丹的品阶 已经完全超越了普通地品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枚长生仙丹 能让一位穴道强者 省去十万年的苦修 价值已经超出了 寻常地药太多太多 换取五珠地药的要求 不算过分 既然如此 那就请下一位道友 拿出赌注吧 古月长生伸出手 眼眸含笑 对这远处的南宫千玉 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人皇意识将目光 投向了远处的南宫千玉 论资历辈分和成名时间 在场众人里面 当属这位混沌天尊最高 我这里有一株无垢圣心莲 早些年无意间得到的 价值应该不会低于五珠地药 南宫千玉秀袍一抖 顿时一朵雪白的莲花 凭空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连夜三十六半 莲心犹如万载冰金般晶莹 充斥着圣洁祥和的气息 这朵莲花一出现 在场一众顶尖强者的眼睛 瞬间就直了 就连人皇都愣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惊喜之色 无垢圣心莲 一种极为特殊的地品天地 灵物之一 任何种族的生灵恋化之后 都能得到两种极为特殊的能力 分别称之为无垢和圣心 无垢能让恋化者的躯体和灵魂 无尘无垢 可以驱散一切负面影响 而圣心则是永久提升恋化者的悟性 以及保持仙台清明 修炼起来事半功倍 这两项能力 无论是哪一种都极为的出众 结合在一起 更是尤为逆天 绝对能让恋化者的战力 准地境乃至大地境的强者 炼化无垢圣心莲都有效果 这是一种针对几乎所有境界 层次生灵的至宝 价值还要超过长生魔尊拿出来的 那株轮回仙药 再加上一门无上神通六道轮回的残篇 我读我们混沌天宫的千皇 能登顶积分总排行第一 南宫千玉淡淡说道 他屈指一谈 那株无垢圣心莲顿时飘到了人皇面前 后者伸手接过 仔细观察了片刻 缓缓点了点头 一株无垢圣心莲的价值 可以抵得上五株地药 六道轮回残篇抵得上两株 南宫长老的堵住价值七株地药 人皇将那株无垢圣心莲收好 笑着对南宫千玉说道 就这么多了吗 这些堵住的价值 可是要稍微低于古月长老的堵住 南宫长老不再加上一些吗 南宫千玉沉淹了几秒钟 又取出了一株漆黑的莲花 外观与之前那株无垢圣心莲一模一样 这是无垢圣心莲的半生之物 名为夺命邪心莲 它的功效作用与无垢圣心莲截然不同 炼化之后会瞬间吞噬宿宿主大量兽元 在体内转化为一颗邪心 这颗邪心可以由宿主操控 每次复苏都能使得实力大幅度提升 邪心的破碎程度 取决于宿主的修为和复苏的时间 你们可以将它视为保命底牌 算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一次性消耗品 看到这一株漆黑莲花的瞬间 人皇深邃的眼眸也是闪烁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这一次躲对了 无垢圣心莲和夺命邪心莲 从来都是同时出现 尽管原始大陆的历史上 几乎从未出现过夺命邪心莲 但并不影响中继知晓这一隐秘 实力大幅度提升 一次性消耗品 在场众人盯着那株漆黑的莲花 眼神中充斥着惊讶和好奇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还是第一次听说夺命邪心莲 这种特殊的天地奇物 事实上 人皇也是第一次亲眼看见夺命邪心莲 之所以能辨认出来 并且判断出 南宫千玉的话是否正确 完全是取决于太阳圣尊 和历代仁皇留下的古籍 以及道武仙院收录的一些绝密文献 这种特殊的天地奇物 太过罕见 纵然是在荒谷大陆 出现的次数也非常携手 很多时候 即使被人发现 也是作为绝佳的保命之物 断然不会拿出去交易 今日南宫千玉将无垢圣心莲 和夺命邪心莲一起拿出来 毫无疑问是下了血本 要知道 这两大奇物 对他这一层次的强者 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可想而知 他对千玉夺取圣王争夺战 两大阶段试炼的总积分排名 有着何等强烈的信心 包括古月长生 对势力内的年轻天骄古仓名 能夺取总积分排名第一 也是信心十足 两人今日拿出来的赌注 都堪称至宝 价值太过高昂 以至于在场绝大多数强者 都陷入了挣扎 开始怀疑起 自己看好的年轻天骄 是否能够夺得总积分排名第一 能够参与这场赌局的 至少都是一方霸主及势力的执掌者 身份尊贵 要不然就是修为极高 踏入了古尊镜 乃至准地镜层次 太垃圾的赌注 也不好意思拿出来 至于押注的对象 当然不可能是 千玉和古仓名 暂且不说 古月长生和南宫千玉 率先开口押注了两人 就算对方没有押注 他们也不好意思 去押注其他势力的天才 这完全就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不能押注千玉和古仓名 对自家势力的年轻天骄 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这让在场绝大多数人 陷入了纠结之中 奈何刚才亲口答应了 参加这场赌局 这赌注是必须要拿出来的 否则也不用继续在修炼结婚了 我的赌注已经拿出来了 这诸夺命邪心帘 是一次性消耗品 就算三珠地耀吧 陛下若是没有意见的话 就请下一位道友拿出赌注 南宫千玉秀刨一甩 那朵漆黑的夺命邪心帘 顿时飘向人黄 后者结果仔细观察了一会 面不改色地收入了自己的储物空间内 价值三珠地耀没问题 夺命邪心帘和无垢圣心帘一样 对大地境层次的生灵都有着效果 诸位大可放心 好东西啊 真是好东西 这两个家伙 不愧是 还真负得流油 陈青啊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人黄心里暗自惊喜 表面则平静地 将夺命邪心帘的价值和功效 告知了众人 他扫了一眼在场剩下的数十位强者 最终目光落在了神眼佛主身上 论资历辈分 除了长生摩尊和混沌天尊 可不就是圣佛宗的这几位佛主最高吗 这一届的圣王争夺战 圣佛宗参加的年轻天骄不在少数 最出色的 当属圣佛子和御佛圣王 两人在准王榜上的排名 都进入了前二十 其中 御佛圣王更是位列第六 排名还要在黄陵天和陆青城之上 圣佛子也是基身第十一名 可以说是夺取圣王席位 最热门的霸主及势力之一 阿弥陀佛 我圣佛宗一向秉斥和平 不像两位长老这般富有 不过既然大家都乐意参加这场赌局 我圣佛宗自然也不能扰了大家的兴致 神眼佛主双手合十 念诵一声佛号 他沉淫了片刻 从怀中取出一枚金灿灿 人头大小的果实 道 这是我圣佛宗的地要金刚神果 吞服之后 能够让肉身金刚不坏 配合无上神通九转金身 更是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压住我圣佛宗天骄玉禅 十万年才成熟一次 是辅助修炼无上神通九转金身 最好的宝物之一 价值虽然比不上长生魔尊 和混沌天尊拿出来的赌注 但也已经算非常高的了 起码是真正的地品层次宝物 我也赌一枚金刚神果 压住我宗年轻天骄圣佛子 金刚佛主说道 或许是刚才被长生魔尊碾压 直接斩断一条手臂的缘故 他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 将金刚神果交给人皇后 就没有再开口了 剩下的几位圣佛宗强者 也都纷纷拿出赌注 只不过与神眼佛主和金刚佛主比起来 他们的赌注着实差了一些 价值最高的也才几片菩提叶 不愧是圣佛宗的佛主 一出手就是地要 希望贵宗的两位天骄 能在圣王争夺战中大展身手 一举夺得总积分排名第一 仁皇笑音音的结果 包括两枚金刚神果在内的天价赌注 转头看向青秋湖族的族长 我青秋湖族很穷 不过好在还剩下一枚清明神果 就当成堵住给大伙住住信吧 青秋族长叹了口气 虽然小女的实力有限 但我这个当父亲的 总要支持一下 就压住我家丫头了 清明神果晃悠悠地飞出 落在了仁皇面前 青秋族长好气魄 仅凭这一点 就已经胜过绝大多数人了 仁皇接过清明神果 脸上笑容愈发浓郁起来 青秋族长看了他一眼 又环顾了一圈在场众人 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有混沌天尊 神眼佛主和青秋族长几人开了先例 在场剩下的数十位顶尖强者 也都是纷纷拿出了极为珍贵的堵住 这些堵住的价值 或许比不上地要 但也差不了太多 且都非常罕见稀少 就连仁皇都被小小惊讶了一把 以天魔皇为罪 居然一次性拿出了数块地品仙金 荡成堵住 着实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而他压住的对象 更是从来都没有露过面的年轻天骄 与千皇 古苍明和夜珠神几人 同属一个时期的人物 你们快看 积分榜有变动了 第一个完成试炼任务的天骄出现了 就在所有人都拿出了堵住之后 原始城内忽然有人注意到了 那张悬挂在苍穹的金色卷轴上 有了变化 紧接着是 无数无者吵闹的喧哗声 和不可置信的质疑声 仁皇和古若长生等一众顶尖强者 也都是闻声看去 只见那张遮天蔽日的金色卷宗 缓缓浮现出一行银色字符 而后迅速在众人的视线里 一亿一千三百七十万三千五百二十 话说现在压住还来得及吗 金色卷轴上的那一行银色字符出现的同时 一直沉默的血尊忽然抬起了头 他先是环顾了一圈在场众人 随后转头看向仁皇 大声说道 陛下 我要压住陈青 现在压住陈青 在场众人文言 纷纷将目光投向仁皇 等待这位赌局见证者的意见 按道理来说 第一阶段的试炼没有结束 第二阶段的试炼也还没有开始 血尊提出 要现在压住 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刚才在场众人 几乎都已经压住了 唯有寥寥几人犹豫不决 还没有压住 这其中就包括 原始雄关三大守护者之一的血尊 瑶池圣地和洁天教 远处 瑶池至尊和洁天教的通天至尊 看到这一幕 皆是目光闪烁起来 他们刚才没有第一时间压住 其实就是想等一等 看看陆青城能否登上这个榜单 只要登上这个榜单 就意味着 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试炼任务 如此一来 总积分排行第一 必然是稳稳的 瑶池至尊和洁天至尊 都是年老成精 虽说心里已经有了底 但并没有和血尊一样 第一时间提出 要压住陈青 选择了继续观望 而就在同一时间 人皇那熟悉的声音 同时在两人的脑海中响起 你们二人 各自压住价值 七八珠地药的宝物 事成之后 在一起商量分配的事情 人皇的语气 十分平静 平静到 就像是和熟人朋友 闲聊一样 瑶池至尊和通天至尊 微微一愣 而后立刻就明白了 感情这位人皇陛下 是要坐局下套 将在场所有人的赌注都坑走 当然来得及 第一阶段试炼没有结束之前 都可以选择压住 不过已经选择了压住对象的 就不要更改了 家住倒是没问题 人皇笑着应允道 当着所有人的面 同意了血尊压住 截天教澄清的请求 那我压住五行仙金 神圣白金 天乏神石 汉海玄金 这些地品材料 陛下帮我评估一下 一共价值多少株地药 在诸多强者的注视下 血尊从储物空间内 取出各种属性的仙金神石 绚丽的光彩 差点闪下了众人的眼睛 这位血尊 还真是真性情啊 居然用这么多宝物 去压住一个截天教圣子 这怕是要赔死了 许多人心里暗自付费 对血尊压住截天教圣子的行为 感到不解和可惜 虽说对方是 第一个完成了试炼任务 但和他们的赌约内容 并没有太大关系 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太玄剑尊和青丘族长 将众人脸上的神色变化 尽收眼底 嘴角皆是勾起了一抹 不易察觉的冷笑 一亿一千三百多万积分 第一个完成试炼任务 登上积分排行榜 但凡是对圣王争夺战研究 比较通透的 应该都很清楚 这位截天教圣子 有着多么可怕的实力 这些地品 仙金神石 全部加起来的话 价值大概在 七珠地药左右吧 仁皇沉吟了几秒钟 给出了这样一个评价 七珠就七珠吧 这些是我的赌注 血尊白嫩的小手一挥 十几块地品 仙金顿时摇摇晃晃地 飘向仁皇面前 后者将这些地品材料 全部收好 转头看向 姚池至尊和通天至尊的位置 笑着问道 两位还不下注吗 难不成对势力内的天才 夺取积分榜第一 没有信心 我姚池圣地的功法 不擅长战斗 我看 还是压住别人好了 姚池至尊耸了耸肩 语气颇为无奈 哈哈哈哈 当然要下注 我教圣子 第一个完成失联任务 我这个当太上长老的 怎么能不压住呢 通天至尊开怀大笑 雪白的胡须迎风扬起 他扫了眼众人 沉引了几秒钟后说道 我截天教 也没有什么珍贵宝物 但我确实很看好陈清圣子 要不然这样吧 我将截天教占据的江域 压住上去 再加上巅峰准地兵日月山河山 读我教圣子能登顶第一 将截天教占据的江域 和日月山河山压住上去 通天至尊一番话下来 令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哪是什么小赌一情 分明就是在 赌截天教的未来好吧 若是输了的话 截天教不仅直接失去 一宗镇礁至宝 大概率还要直接打铺盖 滚出东荒 这样的后果 已经不能称之为严重了 简直就是在玩命 通天长老倒是好魄力 任黄青笑一声道 压住这些倒是没有问题 但通天长老确定 不再考虑一下吗 万一陈青没有登顶 截天教在东荒 可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多谢陛下好意提醒 不过 我对圣子有着绝对的信心 通天至尊亲府胡须 大笑道 还请陛下评估一下 我这些赌注 一共价值多少株地药 价值应该在七八株地药左右 直接算八株吧 就冲通天长老这份气魄 不够的话 由我仁皇宫来补权 仁皇微笑 说出了自己评估的价值 既然通天道有这般 看好陈青圣子 那么我也就相信一次 我姚池圣地 愿意拿出五枚盘桃神果 加上两件巅峰准地兵来押 助陈青圣子 一旁的姚池 只遵孝着开口道 拿出了价值 同样惊人的赌注 此话一出 场上再一次陷入了死寂 诸多强者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皆是一脸的震惊和不解 莫问铁 赌局已成 还望诸位到时候履行承诺 不要让人皇宫 难做才好 仁皇淡淡说道 平静的语气里 透露出上位者的威严 一改刚才 温润如玉的气质 另外在第一阶段 试炼结束之前 诸位随时可以加注 但不允许 改变压注的对象 试炼之地 独陵沼泽外围 地磁山脉 当陆青城和李雪智 一同离开独陵沼泽腹地 抵达外围区域的 地磁山脉时 看到的是一场 惊心动魄的大追杀 救命啊 救命 地磁山脉北方 一望无际地宽阔平原上 一名体态纤细的少女 撒足狂奔 小巧玲珑的娇躯 包裹在宽大的黑袍内 乌黑靓丽的秀发 迎风飞舞 在她身后 四男一女五位试炼者 疯狂追赶 衣袍颜色各不相同 一身灵力波动 皆是达到了王者近巅峰 显然是 来自不同的势力的顶尖天才 救命 救命啊 双方你追我赶 气氛紧张无比 速度更是快到难以想象 完全超过了 寻常王者近巅峰层次 舞者赶路的速度 显然都动用了权力 少女脚踩 一杆银白大吉 以一种特殊的秘法 驾驭着灵气飞行 怀里抱着两个圆滚滚的 形似胚胎的宝物 看起来颇为滑稽滑稽 在她身后的五名试炼者 则都是欲空而行 后边还跟着大群的妖兽 一时间嘶吼声和咆哮声 回荡在这广阔的平原上 随着双方距离越来越近 身体宽大黑袍的少女 也是急了 白皙圆润的脸蛋 上升起一抹血红 扯开嗓子大喊起来 救命 救命啊 随时大喊救命 声音却是清脆悦耳 少女美丽的容颜上 写满了焦急之色 她一边驾驭着 灵气飞行 时而回望一下身后的追击者 雾溜溜的大眼睛 在眼眶里打转 看起来有些古灵精怪 一座高峰之上 陆清晨副手而立 雪白衣衫 被狂风吹得烈烈作响 她耳朵微动 眼眸绽放金光 向着远处的少女望去 当看到那熟悉的容貌 和古灵精怪的大眼睛时 整个人都愣了一秒钟 这是 冷萱萱 陆清晨一脸诧异 差点没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若非之前在天祖狱和冷萱萱 一起并肩作战了很长时间 对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 已经非常熟悉了 她还真不确定 对方是否是其他人 一容伪装的 这丫头应该是想 借着地磁山脉的先天地磁仙气 来反杀那几个失恋者 年纪不大 心思却是敏捷 的确是我认识的那个冷萱萱 陆清晨屹立在山巅 饶有兴致地 看着这场追逐大戏 心里暗自思索着冷萱萱 到底为什么会被这几名失恋者追杀 她并没有第一时间 出手帮助冷萱萱击退强敌 而是想看看 对方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 到底会怎么做 大罗天宝族的真正敌人 失恋天神宗 但是这几名失恋者都是欲空而行 且身上的服饰各自不同 应该和恋天神宗关系不大才对 陆清晨抚摸着下巴 内心不由地暗自猜测起来 从这些服饰来看 应该都不是来自原始大陆的势力 他们身后跟随着这么多头妖兽 应该是掌握了驾驭妖兽战斗的手段 可他们为什么要追杀萱萱呢 难不成就在这时 陆清晨的目光忽然注意到了 冷萱萱胸前的两个 形似胚胎的宝物 他定睛一看 眼眸璀璨的金光涌现 随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是两枚不朽神胎 李雪晨心思细腻 观察了几秒钟后 一语就到破了冷萱萱 被五名失恋者追杀的最大原因 这一切都取决于怀中的那两枚不朽神胎 是啊 两枚不朽神胎 陆清晨深吸了一口气 他忽然想起 冷萱萱还有着 能够感应宝物的特殊能力 或者说 是对灵力的浓郁程度极其敏锐 像不朽神胎这样的质宝 但凡冷萱萱只要靠近一定距离 是百分之百能够感应到的 这试炼之地的天地环境 比外界实在是好了太多 简直就是冷萱萱的天堂 要抢过来吗 李雪智询问道 话语一出口 李雪智顿时就有些后悔了 他刚刚还想着 怎么在陆清晨面前 挽回温柔善良的形象 现在一开口 直接就全部泡汤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李雪智深知言语过失 敢忙不就到 那个少女被五个试炼者追杀 还有数百头亡者进层次的妖兽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会死在这里 我们现在 去拿下那两枚不朽神胎 将那个少女救下来 也不算强强 陈清 你说对吧 你说的没错 陆清晨耸了耸肩 淡金色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笑意 但是 话语间 双方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近 冷萱萱一边驾驭着 灵气疯狂逃跑 一边观察着周围环境 和前方的地势 偶尔回头 还看一眼身后的追击者 当即将要进入 地磁山脉的时候 冷萱萱也是终于注意到了 远处山巅之上的两道身影 就是这一眼 让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连脚下那赶银白大姐的 飞行速度都慢了下来 一戏之后 陆清晨 救命啊 冷萱萱扯着嗓子 竭力呼喊道 乌溜溜的大眼睛里 满是灵动之色 就像在绝境中 看到了救命稻草般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希望 陆清晨 什么鬼 李雪智一脸疑惑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身边的陆清晨 却发现原地空荡荡的 那道身影 不知何时 已经降临在了远处的平原之上 降临在了那名少女身边 好巧啊 居然能在这里碰到你 陆清晨一袭白衣爵士 犹如神明般从天而降 落在冷萱萱的身边 他打量着这个分开很久的女孩 忍不住摸了摸 乌黑秀丽的发丝 笑着说道 好久不见 没想到 你都已经修炼到 王者竞巅峰了 还参加了这一届的圣王争夺战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他们都是八大届 最厉害的年轻天骄 咱们 快进入地磁山脉 冷宣宣扬起头 直视着陆清晨那张熟悉的面孔 心里煞时间百感交集 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身后那数百头妖兽的 咆哮声给打断了 他指了指身后 距离越来越近的五名追击者 脸上表情颇为沮丧 对陆清晨说道 我修炼的时间太短了 掌握的神通数量太少 暂时还打不过他们